大家好! 欢迎来到普通话版的《查考圣经》。 它是每周一次用圣经答案来回答圣经问题的播客。 我将不会在这阐述自己的观点,而是教导圣经所说的。 本周这一集,我们的主题是《圣经教导我们为了什么而祷告》。 圣经的确教导我们,神为我们的祷告设立了标准。 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至十五节中,我们读到,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,祂就听我们,这是对祂所存的坦然无畏的信心。 既然知道祂听我们一切所求的,就知道我们所求祂的,无不得着。 从这一段经文,我们学到,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祷告时,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会得到我们向神所求的,但神并没有承诺会答应我们的每一个祷告。 有些人认为祷告是我们向神要求我们想要的东西。 他们想要成为百万富翁,或者他们想成为有名望有权利的商人或政治家。 他们或想要通过考试,或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员。 事实上,神并没有许诺我们这些属实的东西。 除了骄傲、贪斓和邪恶的欲望,神没有承诺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来答应我们的祷告。 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说,你们求也得不着,是因为你们忘求,要浪费在你们的私欲中。 当我们祷告所求的东西是满足我们自己的私利时,那就是我们在忘求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至第十五节经文教导我们要为教会的福祉,神国祷告,要为每天的生活所需和食物祷告,要为我们的罪得到宽恕,帮助我们避免罪的诱惑方面祷告。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至第三节要求,我们为其他人的福祉和需要以及管制我们的政府祷告。 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可以为疾病的医治祷告。 菲利比书第四章第六至第七节教导,我们将我们的问题和担忧通过祷告交给神。 祷告也是感谢神的时机,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事,感谢神通过耶稣基督,神的儿子给我们的救恩。 为了这些神所应许的祷告的事情,我们应该做到抢贴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要求的那样,不停地祷告。 记住每一天都要祷告,培养习惯,使与神交通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,多伦多的兄弟们非常愿意和你一起学习圣经,在一切变得太晚之前,使你能听到神的话语,进而相信他,服从他。 如果你愿意预约一个学习时间,请发email到torontoeastandchurchofchristatgmail.com。 今天的播客即将结束。 查考圣经是由多伦多东部基督教会主办。 该教会聚会地点在安省多伦多维多维多利亚公园路3601号,200号单元。 我们每周在星期天聚会,上午10点开始有45分钟圣经学习,11点到12点15分钟是崇拜时间,在周三晚上7点,还有一个周中的圣经学习。 如果你有关于圣经的问题,希望在播客中回答,或者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评论的话,你可以发email到torontoeastandchurchofchristatgmail.com。 最后,如果你愿意弥补漏听的任何一期,你可以登录www.eastandchurch.org网站,在主页面上点击每日播客收听。 我希望今天我们一起度过的几分钟对你扩展圣经知识是有作用的。 请下周一加入我们,主若愿意,我们将回答关于神的话与另外的问题。 在下次收听之前,希望继续查经,学习神要求我们做什么。 再见,希望你今天过得很棒。